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天寒地冻,穿多少衣服都好像不够暖 手脚冰冷,那怎么办呢? 根据中医师许义清,他认为这些是因为 血虚或者阳气不足 你穿多少衣服都觉得不够暖 我们当然是衣服不能够少穿 但是可以在饮食方面着手 吃点暖身的食物,可以调理我们 就不会那么容易手脚冰冷了 医师提供了几样食物可以食用 第一大家都知道,控组是最容易的 这是补血,所以特别适合 血虚和手足冰冷的人在冬天的时候吃 一般成年人,医师建议不需要超过五粒 你整粒食也可以,或者去核泡茶饮用 喝到尾吃完这些红组 也可以去核后用来煮粥煮饭也可以 第二样东西就是羊肉 这是属于温饱的肉类 比牛肉更加保暖的 如果你经常怕冷,可以吃羊肉 例如枝竹羊腩煮,或者羊肉羹汤,或者煎羊扒也可以 如果你怕燥,可以把羊肉灼熟来吃 打边炉最适宜 第三就是北齐 这个人人都知道是补气 它除了补气,也可以顾表 中医认为顾表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的表虚,你的阳气真气容易散失 你就自然怕冬 而中医认为感冒也吃得北齐 时时用北齐入药 也可以用来煮汤 比如说北齐挡心煮烏鸡 最适合平日很容易累的人饮用 第四就是糖蒿 这个菜很多时候打边炉的人都喜欢 因为这个菜是暖胃的 大部分绿色的蔬菜都不是温暴 但是糖蒿就例外,是偏温暖胃的 第五就是小茴香 这个是一个香料 印度菜里面时时都用的 可以温你的经浪暖胃 温化寒邪 适合平日怕冬 但是你又喜欢喝冬品 吃生冷的女性 最适宜就是用这个小茴香 在你的经前后进食 用来煮汤也可以 或者放几粒 5-6粒用来烤茶喝 也有帮助的 第六样食物就是黑木耳 或者是云耳 这个是活血的 你的手脚距离心脏比较圆 是身体的末梢 如果你的血气或者血液循环不好 自然就会手脚冰冷 而木耳和云耳都可以活血的 但是这两样食物比较偏渴 所以建议女士食用的时候 配合一些比较散寒的食材 就像姜 你可以将姜片炒 云耳或者木耳做菜 而不要用一个凉拌的云耳木耳 第七就是桑寄生 这个大家都很多时候用桑寄生 煲莲子鸡蛋茶喝的 原来桑寄生可以补肝肝 抑气血 所以这个桑寄生蛋茶 是很有效的 帮你的手脚没有那么冰冷 之余 也可以令你有保健的作用 有时你说不煲鸡蛋茶 那怎样呢 简单 桑寄生可以配入红棗桂圆煲汤 也很好 第八就是淮山 淮山我已经有很多视频说过 如果你再想知道 在这个视频下面 我有它的网址 大家可以再看 淮山在这里略说 是可以补肾健脾 当这个脾胃是气血生发的资源 所以终于认为 如果你时时服用淮山 是可以帮助改善气血差引致的 手脚冰冷的 新鲜淮山你批的时候 最重要是戴手套 因为它的皮肤碰到的鲜淮山的汁 会令你很痕 而干淮山多数都是食疗方面用 就是煲汤用 这个比鲜淮山更有疗效 煲汤适宜 你可以煲淮山、杞子、圆肉、烏鸡 这个就是很滋润 而令你暖胃的冬天适宜饮用 而第九 竟然是车尼子的水果 因为它液气 是少数水果中有温氧功效 起到温慎液氧气的作用 但是很可惜 车尼子不是冬天时时 可以连接到 所以平时你看到的时候 不妨多吃点 第十 就是炒米茶 这是把我们煮饭用的白米 用白锅炒着的微黄 再加水煮滚之后 用文火煮20分钟 这个米汤是很有营养 可以改善脾胃虚弱 养胃气的 但是一定要米炒过才煮茶 这样就可以更加帮助 改善胃寒的不息 同时如果你更想驱寒 你可以切些姜丝 和白米一起炒 姜我已经介绍过 好处是驱寒的 所以用姜丝来炒白米 用来焗茶喝 这个驱寒的效果是更佳的 以上医师提供这几样东西 都并不是名贵药材 但是可以令到你冬天手脚不冰冷 又有滋补作用 何乐而不为呢 希望大家有个温温暖暖的冬天 多谢你们的收听